暗物质 宇宙中最神秘的物质之一 科学家一直苦苦追寻而不得 近日 一项研究声称 地球的高层大气 特别是电离层 可能蕴藏着宇宙中缺失的部分 暗物质 这些暗物质不可见 但它们在我们星球的高层大气中 可能产生可检测的无线电波 帮助我们找到这个宇宙中难以捉摸的成分 这一结论源自一项新的理论研究 大量天体物理和宇宙学证据表明暗物质的存在 从某些星系的旋转曲线到宇宙中最大结构的成长 这些现象都暗示着某种无法用普通物质解释的存在 例如 星系的旋转曲线显示 星系外围的恒星运动速度比预期要快 这意味着存在一种看不见的物质在施加引力 绝大多数天文学家尝试用替代的重力公式 来解释这些现象的努力大多未果 因此他们认为暗物质是一种未知形式的物质 它很少与光或正常物质相互作用 虽然这种物质看不见摸不着 但它在宇宙的演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暗物质的概念非常广泛 也包含了许多可能性 最常见的假设是暗物质由重粒子构成 但寻找这类粒子的尝试大多一无所获 因此 一个引人入胜的替代模型是暗物质异常轻盈 要么是以理论粒子轴子的形式存在 要么是作为携带一点质量的外来形式的光子 这些超轻的暗物质粒子可能以非常奇怪的方式行动 特别是暗物质不会以单独的点状子弹出现 而是更像在宇宙中荡漾的大波 这种波的性质意味着 它们可能以一种我们还未完全理解的方式 与正常物质相互作用 在最近发表在预印本服务器R14上的一项研究中 物理学家探索了超轻暗物质的模型 这种暗物质并不完全是黑暗的 允许它与正常物质极罕见的相互作用 大多数时候 这些相互作用几乎没有记录 没有产生可检测的东西 但在极少数情况下 暗物质和正常物质的相互作用 足以产生大量的无线电波 这种情况发生在暗物质遇到等离子体 并且暗物质波的频率与等离子体波的频率一致时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会发生共振 放大相互作用并产生无线电波形式的辐射 这一发现 让科学家们看到了新的检测暗物质的希望 地球的电离层是高层大气的一个波热层 由松散的离子化粒子集合等离子体组成 它自然有波荡样其中 研究人员发现 这些波可以与可能冲刷地球的假想暗物质波相互作用 这种相互作用产生的无线电波 几乎无法检测 但研究人员发现 通过使用一个精心调节的无线电天线 在一年的时间里寻找特定频率的无线电波 他们可能能够检测到这些波 这种方法由于地球电离层的优势 可能比其他方法更有效 地球大气电离层提供了两个主要优势 第一个是电离层自然反射了来自深空的许多无线电波 使其相对没有污染信号 第二个优势是 电离层就在我们上方容易接触 并且已经是持续监测和研究的对象 为了检测到这些暗物直播 研究人员建议使用精心调节的无线电天线 这种天线需要在一年的时间里 持续寻找特定频率的无线电波 通过长时间的观测和精密的调节 有可能捕捉到由暗物直播产生的无线电信号 这种方法特别有希望 因为地球的电离层提供了几个独特的优势 首先 电离层能够自然反射深空无线电波 从而减少了来自外太空的信号干扰 其次 电离层距离地球表面较近 容易接触和研究 科学家们已经在电离层的监测和研究上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这为新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项研究只是一个起点 这种形式的暗物质理论仍需进一步研究 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来完善观测技术 科学家们将需要开发更加灵敏和精确的设备 以捕捉到这些微弱的无线电波信号 如果这一研究成功 将提供一个研究暗物质的突破口 通过在地球电离层中 检测到暗物质波产生的无线电信号 科学家们将能够更好地了解 暗物质的性质和行为 这将是一个重大的科学突破 皆是宇宙中最神秘的成分之一 暗物质与等离子体的相互作用 是这一研究的核心 等离子体是由带电粒子组成的物质状态 在宇宙中非常普遍 恒星 星际介质以及地球的电离层 都是等离子体的实力 在等离子体中 带电粒子可以产生波动 这些波动与暗物质波的相互作用 可能会产生共振 当暗物质波与等离子体波的频率一致时 这种共振会放大相互作用 产生可检测的无线电波 研究人员特别关注地球的电离层 因为它是一个异于接触 和研究的等离子体环境 通过在电离层中 寻找特定频率的无线电波 科学家们希望能够检测到暗物质的存在 检测这些由暗物质波产生的无线电波 需要高度精密的设备 研究人员建议 使用精心调携的无线电天线 这种天线需要在长时间内 持续观测特定频率的无线电波 这种观测需要排除 其他可能的干扰信号 特别是来自地球表面的无线电噪声 和其他天体的无线电辐射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研究人员需要开发新的技术和方法 以提高观测的精度和灵敏度 这一研究为未来的暗物质研究 提供了新的方向 通过在地球电离层中 检测到暗物质波产生的无线电信号 科学家们将能够深入研究 暗物质的性质和行为 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宇宙的组成 还可能对其他领域的科学研究 产生深远影响 未来的研究将需要更多的实验和观测 以验证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科学家们将继续探索 其他可能的暗物质相互作用和检测方法 以寻找更加可靠和有效的途径 来研究这一神秘的宇宙成分 这项研究为暗物质研究 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虽然仍需进一步的实验和观测 来验证这一理论 但它为我们理解宇宙的组成和演化 提供了新的希望 如果成功将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 皆是宇宙中最神秘的成分之一